你好 我们现在已经来到城门公园那条路了 如何来呢? 后面那里呢? 是不是见到有个红绿灯那里呢? 那是过马路 过马路那里呢 就是这个大窩口地铁站 大窩口地铁站由B出口 走上路面 就是那个公园 那公园就穿过那个公园 就在那个红绿灯过马路 那就由这条路一路走上来 是啊 如果是开车呢 你就要是混池那个停车场了 都有几个的 有一个是城门谷泳池停一场 有一个就是石维国的停车场 有一个就是网球场的停车场 有几个停车场的 就是你就看看哪个停车场方便 现在我们游到这条路一路走上去 现在我们游到这条路一路走上去 走到这里呢 就有一个行银桥 过了的行银桥 那就过对面马路 那见不见到那里有个牌呢? 写着城门谷游泳池 我们就由游泳池进去 走到这里了 开车可以停在这里 这个停车场 由这道门又是 接着直上就是河花池 这条路一直走上去 因为是公园来的 所以周围的环境都是非常漂亮的 这里又有瀑布,两旁有大树 所以不兴河花都可以的 还有很多其他的植物领 如果石维国停车像 就在上面停车就由这里走下来 走出来就一路走上去 走一段很小的路就到了 好了,我们差不多到第一个河堂了 左边有一条路的 走进去 这个是第一个河堂 这个河堂有个特点 它有个瀑布在这里做衬底 很多人都很喜欢在这里拍的 我们走下去,由这边下来 由这边下来 由这边下来 这个是第一个河堂 很多河花,但有没有发觉 河花得很高 跟人一样这么高 所以这里拍的也有个分难 因为河堂太高 很多时候现在我们有些朋友 怎么拍的呢 就用双重曝光 拍一个河花 跟着呢 跟着呢 就将那些河花呢 用双重曝光的原理 跟着走到这里 在这里 现在没有光 现在没有光 如果有光 那个瀑布呢 有光暗位的 那它把之前在那边拍的那些河堂 就摘到这个瀑布里面 那我们是用双重曝光 微曝光的插发 很多人现在都是这样玩的 又或者 现在呢 见不见到那些水纹呢 因为那些瀑布的水 撞下来一定有水纹的 就摆到那些水纹中间 油都可以 那当然啦 现在没有光 如果有光的时候呢 你会看到光暗分明的 看到它的层柱会出来的 那你就会将河花呢 就摆到暗位那里 那就OK的了 好了,我们现在走到最大的河堂 上来就走回大路 扣回右手边 走回大路 走上少少 就见到的了 荔精 就在左手边 就是它上一个糖 下一个糖 两个河堂呢 就各有特色的 我一般都会带同学来 上面这个糖 上面这个糖有什么好处呢 稍后再告诉大家 让大家听一下 好了,由这条路底 那里有 好容易认的 走上少少就是网球场来的 城河谷公园的网球场 就是走上少少 在这里 其实它在一个办事柱前面 公园的办事柱 下来这里 走进来了 这个河堂 大家看看 多点花了 这个河堂有个好处就是 比较高 就是跟刚才说的这个 宏存仙本的 人体的高位 河堂就在下面 所以你的构图 就比较下面的河堂容易 下面的河堂呢 那些河堂好像你那样的高法 那你就死了 你就一定是要平原拿景 那这些就不用了 这些就是用向高 就是虎视角度拿景 还有一个大家不说不知 本ication 这个地方有遮掩头 那边有两部汽水机 可以拍摄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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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每年这个荷花季节盛开的时候,城谷公园都很多人 还有一个不说不知,这里是夜晚凌映荷花首屈一选的地方 夜晚凌映荷花很好玩的,为什么好玩呢? 就是将荷花和灯光和水池的倒影大家互相配合 做出来的照片是没有办法做得到的,是非常之过瘾的 今天天一般的,不过这个环境就介绍给大家了 下次自己就来那时就会找一些介绍的好时间,一早一晚 这个城门谷公园对于住在九龙市区和香港市区的人是方便的 因为它可以坐地铁,去到大窩口站,跟着走大概都不需要十分钟 还有有饮饮呢,有啞碎头呢,真是很好的 我觉得拍荷花在香港,都是其中最舒服的 这个是最舒服的 温泉仙馆都OK 温泉呢,但是夜晚没得拍的 是 夜晚就算不关门,你可以进去,但它也没有灯没有成的 这里有灯,有安全,又有桌子坐,又有饮饮 有时的风都OK 记得看看Gilber和我们拍一些漂亮的相片 给大家看看 是的,我们要铺一些相片出来给大家欣赏一下,大家分享一下,好吗 下次可以自己慢慢在这里,慢慢拍 是的,没错 OK 拜拜 下次见,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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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